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您知道黄金签证吗 所谓黄金签证 就是以个人投资换取某个国家的居留许可 继而获得永久居住权 最终还可以入籍 也就是说 这项政策是外籍人士 可以快速获得欧洲身份的超级便利途径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可以自由进入欧洲26个圣根国家 更可以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社会福利 例如 欧洲义务教育为12年 通常采用英美教育体系 永居移民者的子女 如果读公立学校 学费可以享有免费或政府补助 除了教育福利之外 只要是在公立医疗 还可享受免费的医疗诊治 看牙科 配隐形眼镜等等 都在免费范围之内 十分广泛 欧洲的社会福利 可说是从出生到养老 全方位涵盖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 欧洲国家陆续推出黄金签证 这项招财政策 用绿卡吸引国外有钱的投资者 其中以中国人最多 其次是俄国人 以希腊为例 希腊是吸引投资移民者最多的国家 由于希腊的申请要求比较低 申请者不需要在当地居住 花25万欧元投资房产即可 因此光在2018年上半年 就发放了将近3000张黄金签证 中国人就有1395人 快占总数的一半 门槛高的英国 也同样吸引大批中国人踊跃申请 英国要求海外投资者 至少要在英国投资200万英镑 而且不能把钱投到房地产市场 只能在政府规定的部分 高风险行业和新兴行业投资 根据中央社报导 2017年100多位中国公民 获得英国的黄金签证 数量比2016年增加26% 也占了通过人数的三成左右 英国申请成功者 可获得三年居住权 五年后可以申请入籍 投资500万英镑以上的话 申请入籍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三年 投资1000万英镑以上 可缩短到两年 由于有人担心 英国政府可能会在2019年3月 正式脱欧之后 采取收紧签证规定 因此想在此之前完成移民的人 可能还会再增加 申请黄金签证的数量 预料将持续上升 不过近年来 黄金签证有越来越贵 附加条件也越来越多的趋势 因此黄金签证的热点国家不断转移 根据BBC报道 自1980年代初 加拿大第一个推出投资移民的政策后 许多国家都相继推出类似的黄金签证 南欧国家中 最早实施黄金签证的国家 就是葡萄牙 于2012年10月上路 申请者必须在葡萄牙房地产市场 投资50万欧元 或投资100万欧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又或是创建能提供10个就业岗位以上的企业 投资最短时间是5年 满5年可申请永居 满6年之后便可申请入籍 至今通过葡萄牙黄金签证的中国人 已经超过60% 葡萄牙的吸引力在于得到居留证者 可以立即在深耕区的22个欧洲国家 外加冰岛 列治敦士登 挪威和瑞士自由通行 且对于申请者每年必须待在葡萄牙的最短天数 要求不高 第一年至少居住7天 之后每两年在葡萄牙居住14天以上即可 西班牙的申请条件则是 外国公民有正当稳定的经济来源 且无犯罪记录 就可通过购买200万欧元以上的西班牙国债 或买50万欧元以上的不动产 或购买100万欧元以上的西班牙企业股票 又或在西班牙银行持有100万欧元以上的存款 四种方案符合任意一种 即获得首次有效期限为两年的西班牙居留权 位于地中海小岛国的马尔他 也是热门国家之一 尽管马尔他国籍的价码不菲 投资者要购买35万欧元以上的地产 在金融项目投资15万欧元 要为马尔他国家发展和社会福利基金 捐献65万欧元 细带配偶和孩子外加25000欧元 举家移民则在125万欧元左右 但由于马尔他的政策是直接入籍 且一样能在欧盟范围内畅行无阻 这个只有47万人的国家 如今已经有超过1000名外国人 拥有马尔他国籍了 除了欧洲之外 其他国家也有黄金签证 例如美国需要投资100万美元 居住满5年之后可申请入籍 多米尼亚投资25万美元可直接申请入籍 瓦努阿图则是投资16万美元 圣基茨投资15万美元 尼维斯也一样 安提瓜以及巴布达都需投资10万美元 塞浦路斯投资200万欧元 爱尔兰共和国投资100万欧元 然而黄金签证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和担忧 以葡萄牙为例 反对党对于黄金签证政策 正在起草一项立法动议 要求彻底废除 原因在于政府对申请者的审查不够严谨 导致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 可以利用黄金签证获得居留权 还有第二个原因是 吸引到的外国投资 并不能有效刺激葡萄牙的经济 创造的就业机会聊胜于无 这些风险也引起了欧盟的重视 现在各国的审查制度也越来越严谨 英国早在2015年引诱写钱的问题 引入了更严格的规定 西班牙的金融机构 也对于来自国外的资金实施十分严格的监管 但仍然许多有经济实力的投资者争相申请 无论是出于交易需求还是身份规划 黄金签证确实抓住了许多投资人的目光 让他们转向欧洲小国 尤其掳获到了中国人的心 以上是孙宇山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